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搞的不是社会和谐 马丁路德搞的是社会调和 他是个中庸 他励志于去消除社会之间 各种势力的对立 各种矛盾的对立 他搞什么呢 他搞的就是社会的一种调和 社会的中庸 这就是路德的中庸 路德搞中庸就是搞调和 他希望把明明有那个 尖锐矛盾的社会 说成没矛盾 或者希望通过他的宗教的说教 来把一个充发着矛盾的世界 变成没有矛盾的 那么这样的事情呢 是非常难以实现的 所以路德的那个中庸思想呢 有点空想成分 也就是他有他的理想主义 假如路德认为世界 正能够按照他这样做法 能够得到调和 能够实现这样一个意义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太理想 但是路德本身呢 虽然他有一定的空想成分 不能说理想空想吧 虽然路德有一定的空想成分 他本质上还是个务实的人 还是个务实的人 那么路德的那个社会观的本性是什么呢 本性就一句话 人要做一个钱 那个人应该做一个有信仰的好公民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这个东西 如果我们从学理上进行分析呢 这实际上那个标准也不低 这个标准呢 是一个按照人来进行定位的 就是有一个很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 他的名字叫奥布曼 奥布曼写过本书 也是写路德的 那本书的名字啊 奥布曼教授怎么写啊 奥布曼 他怎么写啊 他认为路德呢 就是一个生活在魔鬼 与那个上帝之间的人 他就是一个魔鬼与上帝之间 那就是路德 所以关于路德的这个评价呢 实际上是很对的 为什么呢 他就认为路德既不是神 也不是魔鬼 他是什么 如果我们说 同学们大家说 一个人又不是魔鬼 又不是神 那他是什么 那他就是人啦 所以从这一点上 路德就是人 但是路德就是人性的发挥者 那么他是从 既不是魔鬼也不是神 这个角度呢 做定位 所以路德的那个标准呢 不算很高 那么路德的社会意义在哪里呢 路德的社会观的社会意义 就是发现了人性 和规范了 以人作为一种标准 来规范了人的行为 所以路德的那套社会观呢 实际上一点也不高深 是比较符合人性的 比较符合实际的 而不是低于人性 或者高于人性的 路德从来没有要求 去高于人性看问题 所以路德从来不要求 以神的标准来要求人 这就要求人性化 去做能力不能做到的事情 这一方面路德想的很现实的 路德认为人既然是人 就不可能去做 那个高于人能做的事情 但是路德呢 也不是要人变成魔鬼 如果人都变成魔鬼了 一天到晚犯罪 一天到晚干坏事 那不就成了魔鬼了吗 所以路德这点也反对 所以路德既反对 把人神神化 也反对把人魔鬼化 那么路德剩下来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人人化 所以路德什么把人人化呢 就是按照普通人的标准 去要求人 要求人做什么呢 就是做一些符合人性的 比较实际的事情 比如说 你去结婚 你去升职 你去争钱 你去学习 你去劳动 你去帮你的前程 你做好你自己本职工作 你要做一个有责任的人 你有的时候比较自由 你想学习去当当知识分子 然后呢 这样呢 你大概就是 成为一个比较良好的 有信仰的好公民了 所以路德这个标准并没有错 这个标准也蛮好的 就既不把人那个爬高 让人去做神圣的事 也不把人变成魔鬼 就是按照一般人的想法 人无非是结婚啊 争钱啊 生殖啊 学习啊 劳动啊 有前程啊 这就是路德社会观 那么路德这样一种社会观呢 就是像奥巴马先生所说的 在上居魔鬼之间 在人间这样一个世俗的社会里生存 那么这样一种生存呢 是一种美好的理想 那么路德这样一种理想呢 却恰恰不能实现 为什么我们说路德这么现实的 这么低的一个标准 却会招来那么多的反对呢 那就是说路德的理想主义 与社会的现实主义之间呢 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我们呢就谈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说呢 刚才已经谈了两个问题了 一个说路德喜欢平等 一个说路德喜欢什么 中庸 现在我们就说即使路德是一个中间派 路德的这个东西 也是和社会之间产生巨大矛盾 这个第三个问题怎么回答 路德那套东西不是很合理吗 为什么会产生很多矛盾 因为这套东西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不容易 你真的去做了 你就会损害很多人的利益 比如说路德说 人不应该去当做神去做的事 那么就是取消了教会的神圣性 而教会认为自己有神圣性的 因为自己有神圣性 所以才能去收十一岁 所以才能有特权 所以才能拥有财产 拥有修道院 所以才能做人上人 现在路德说你不应该去做神圣的事情 因为你只是人间的一个职业 那么当然就遭到了教会的反对了 教会的神圣性取消了 就是把他特权取消了 所以很多的教会里面的人 就是对路德有意见 觉得路德这种做法就取消了教会的特权 所以他们就要和路德进行斗争 第二个再举个例子来说 路德说人就好好过日子 安分手起就可以了 最关键的一点 要给社会带来和平 路德不大喜欢打仗 不大喜欢战争 但是这句话呢 人家也不能听 所有的君主都是在打仗 那么被压迫的人民 要拿起武器进行反抗 都搞战争了 所以呢 他们对路德这种做法都不满 那个 不是说那些贵族啊 那个君主啊 他们要打仗 他们每天想的是打仗 和平主义听不进去 人民受苦受压迫 那么他们也要拿起武器进行反抗 也不愿意做和平主义者 所以呢 路德的这些东西呢 人家也听不进去 那么 所以挺难的 对吧 也听不进去 那么第三个情况 就是路德那样东西呢 虽然他是提倡基督教徒的自由啊 让大家平等过上好日子 但是他的标准也很高的 比如说路德的好公民里面就要求一点 你要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那么比如说 你要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不容易啊 假如你是个下级 那就都好好的服从上级 假如你是一个工人 你是个农民 你是个老师 那你要扮演好你的社会角色 那么假如你是个演员 你却不会唱歌 假如你是个医生 你把病人的病得看得更严重了 假如你是个律师 你却不会打官司 假如你是个 是一个什么丈夫 但是你却离家出走 不会去争钱养家福可 假如你是个妻子 反正这样一种社会角色的要求呢 你在路德那个时代 不过是16世纪 16世纪的那种思想来相比呢 路德实际上就提出了 一个社会角色的理论 就是每个人要做一个好公民 他就的自己的一言一行 都符合他的社会角色 这种先进的思想 在16世纪哪里有啊 所以路德那一套东西呢 实际上是不可能在当时实现的 因为当时就是没有人能做到 路德所说的那样 所以路德也 这些规矩定出来以后呢 大概只有马丁路德做得到 其他人是做不到的 那么所以呢 路德这个思想呢 明显的是和社会实际之间呢 是有差距的 因此呢 路德的这些想法呢 就是还是对人的期望过高 所以我们说路德有些理想主义 但路德那个理想主义 并不是说 托马斯摩尔写乌托邦啊 写出一个 只需物有的社会来 这样一种理想主义 也不是路德说 人应该变成神 不是这个 而是说路德的空想性 路德的空想性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他还是把人性想得太好 把人性认为 只要我给你一个好的东西 你就按照我的东西去做的 在这一点上啊 他远远不及马基亚威里 我们是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的时期呢 出过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这个人的名字叫马基亚威里 马基亚威里和路德是差不多的 都把人看成很坏的 人性比较坏的 但是马基亚威里做的比路德还彻底 因为路德假设 只要能给他们一些道理 给他们一些社会角色分队给他们 他们是能够做好的 马基亚威里这一点也不相信 马基亚威里认为 人就是懒惰的 就是坏的 人性就是坏的 而路德假设人性是好的 那个马基亚威里认为 那个对人不应该有太多的期望 正因为他没有期望 所以他也就没有失望 路德对人有期望 所以他要生气 路德的脾气不是很温柔的 路德的脾气很暴躁的 一天都会生气 路德为什么要生气呢 对人失望 他觉得我给你们那套东西这么好 你们做不好 所以我生气 所以马基亚威里不失望啊 因为他没期望啊 他对人性上面期望不高啊 路德有期望 他也太生气 那个路德看到人懒惰 他要生气 而马基亚威里认为 人本身就很懒惰 路德看到人不服从上级 那么路德要生气 那马基亚威里认为 人就是不太会服从的 路德看到人不努力 他要生气 不勤奋 他要生气 不扮演好你的社会角色 他要生气 而马基亚威里认为 不可能啊 人人就是这样的呀 所以呢 这就是那个 马基亚威里和路德 在人性方面的认识 也就是 路德的那样一些东西呢 遭到 那个社会现实之间呢 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那么路德和社会的 那套东西本来不坏的 我觉得路德说的两个东西 都不坏 一个就是做个 有信仰的好公民 另一个呢 扮演好你的社会角色 这两个东西 其实都不坏 那么为什么会遭到 那么多人的反对呢 反对他的又是些什么人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讲这个问题 首先呢 反对马丁路德的人呢 就是农民 那个比较接近的 有革命精神的农民 我们知道 在宗教改革爆发的 那一年 是1517年 但是过了几年以后 也就是1525年那一年呢 德国爆发了 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 德国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 在于什么呢 在于那个 政治上 那个林主要提倡再版农奴制 剥夺农民的权利 经济上 不准农民使用公共的工地 不准农民自由的放牧 对农民受更重的税 社会上 提倡那种农奴制度 再版农奴制度 所以呢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资本主义兴起了 它呢 增加了对农民的剥削 你比如说 一个村庄里面 本来有很多树木的 那个树木本来是公用的 有树林就可以放牧 就可以打猎 那么现在呢 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 林主就要把那些树都砍了 去卖给城里人 可以得到很多钱 那么这样一来呢 又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了 所以呢 在西方来看呢 那个 它的现代化过程里面呢 过分地剥夺了农民 所以有一个历史学家 叫Peter Brick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1525年革命 他里面就谈了 很着重的谈了一点 在欧洲走线 现代化过程中 不能忘记农民的利益 那么农民受到压迫怎么办呢 按照我们最准确的理解 就是哪里有压迫 哪里有反抗 所以农民就拿起武器来了 就是要搞农民战争了 那么路德说不行 路德说不能反对 林主 你应该用正当的手段 请冤啊 那个抗议啊 然后得到你应要的那些东西 目的也反对农民 用一些神学的理论 来帮助他们赢得 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利益 所以呢 农民要反对他 农民认为 路德本来是个英雄啊 他一个人敢于反对 德国皇帝 又敢于反对罗马教皇 多英雄啊 但是你看 他政治上那么保守 我们要造反 他就反对 那么路德其实 还是很同情农民的 但是呢 他就是不肯 不要叫农民 用这接近的手段 革命的手段 他反对 所以路德既然反对农民 农民当然反对路德 所以 农民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不参加 那个农民战争的农民 也反对路德 那么为什么也反对路德呢 因为有很多农民啊 他天生就比较落后 就比较保守 他们觉得路德 他们觉得路德那一套东西呢 破坏了宗教的传统 农民更看 更喜欢看到的是一个不结婚的胜率 路德自己结婚了 路德天下的胜率都结婚了 农民看不惯 还有农民呢 是在有些时候呢 要吃菜的 农民呢 要吃素的 那个呢 或者要吃菜 有些东西食物可以吃 有些不可以吃 路德说 这个不重要 那就不要吃了吧 农民反对 还有一点呢 农民是很想 很相信那个行为说的 就是做好事有好报 那么路德说 你做什么好事 你都不能自救 你一定是由上帝来救你的 所以农民觉得那也不行 难道我们做那么多好事 对我们进天国没有帮助吗 所以农民呢 觉得路德的那些东西呢 越看越不像一个农民心目中的 那个宗教 那么生日都结婚了 而且不参加仪式了 农民就是很喜欢参加仪式的 教会里面 衣服穿得很好 在教会里面 接触神圣的东西 所以农民有很多 有一些农民呢 是由于保守的原因 也不喜欢路德 有一些农民呢 是由于激进的原因 也不喜欢路德 所以路德反正就倒霉了 路德觉得农民呢 不喜欢他 那么另一批人不喜欢 马丁路德 这批人是人文主义者 人文主义者就意大利来的 意大利的思想 他们呢 研究古典的学问 他们呢 要搞城邦的共和制度 他们 为什么不喜欢马丁路德呢 因为 有几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 马丁路德要和罗马教廷分离 那么人文主义者说 我们希望是个更好的教会 但是罗马教廷 整个天主教的世界 也不要搞分离运动 所以这是他们不喜欢 第一个不喜欢呢 觉得路德呢 那个人呢 他不强调自由意志 路德呢 认为人的能动性很小 人应该怎么样啊 人应该比较服从就行了 而人文主义者呢 有个观点 就是一切都是靠自己 努力去争取 努力去创造起来的 所以人文主义者呢 就要建立一个人间天国 他是拉近了 人间和天国的距离 说人只要学习的知识 知识就是力量 人们可以通过知识得获得解放 那每个人都有美德了 每个人都有知识了 然后一手举科学 一手举民族 再加上我们各种方法 结果能有可能建立起一个 现代的社会来 建立起一个人间的伊甸园来 这个思想 马丁路德不同意 马丁路德认为 这个东西要理想太高 不可能实现 所以呢 马丁路德的神学 本质上是拉开了人间和天国的距离 所以这一点呢 也是使得那个人文主义者呢 和马丁路德呢 走不到一起去 那么马丁路德在宗教上去进 政治上保守的态度呢 也使得人文主义者呢 心里很寒冷 所以说他们也反对 那么马丁路德第三个 要反对马丁路德的那个派别呢 就是那个在城邦里的那些宗教改革家 你比如说离德国不远的地方 有个国家叫做瑞士 瑞士呢 本来也是属于德国的一部分 那个时候叫做神圣罗马帝国 但是在1499年的时候呢 那个瑞士通过战争独立了 渐渐建立了 建起了一个瑞士联邦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瑞士 瑞士有个城市 这个城市叫苏利市 苏利市里面出了一个宗教改革领袖 那个人叫赤温利 那么赤温利一来呢 他呢就是利用那个城邦政府的权力 在苏利市 赤温利在苏利市搞了宗教改革 那么他和路德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争论 他们之间的争论呢 是关于那个圣餐的问题 比如说人在领圣餐的时候 一边喝酒 一边呢喝那个领那个圣饼 那么路德呢根据圣经的说法 说那就是上帝的血 上帝的肉 然后那个赤温利呢认为 这不过是一个祭宴 对耶稣的祭宴 但是这只是表面的神学的争论 根本上呢 那个苏利市的那些改革家呢 要建立一个苏利市的共和国 苏利市的共和国呢 基本上是人民掌权的 实行共和制度的 那么那样一种思想呢 比较接近 和马丁路德不同 所以同样是新教的改革家 马丁路德的思想和赤温利的思想 就有很大的差距 结果呢 新教同盟建立不起来 因为呢 他们的政治设想 政治理想都是不同的 还有反对 马丁路德人 叫做赤渐里派 赤渐里派呢 就是一个比较接近的宗教组织 他呢认为人以前的受洗啊 都是父母给他们受洗的 小孩不知道的 那么现在人长大了 应该有第二次受洗 那么第二次受洗呢 才有真正的受洗 那么你不要看那个赤渐里派 还是比较接近的啊 但是他们有其中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呢 他们要提倡引修的 他们要搞一个村庄 或者占领一个城市 他们要和社会不合作 和社会没有什么好合作的 那么他们在里面呢 过一种比较公共财产的 公共的这样的生活 所以从他们要公共财产 这一点上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他们不去和社会合作 这一方面又是比较保守的 这部分人呢 和马丁路德的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呢他们也是要批判马丁路德的 那么要批判马丁路德的人 还有一部分 那就是天主教会 天主教会和马丁路德之间呢 是有一场很重要的争论 这种争论呢 有两种方式来进行宣传的 实际上有三种方式 宗教改革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运动呢 实际上呢 它是不仅仅是靠文字来传播的 它还靠图片来传播 它还靠那个口头的说话来传播 那么所以呢我们很有趣的一个领域呢 就是研究宗教改革时期的宣传战 既然是群众运动 那就有宗教的宣传之间的战争 所以呢这里面很有趣 所以呢我们不仅仅说 由于教育方面它有两者不同 还有很多具体的东西 比如说那些传教士 非常激进的传教士 比如说他们那个讲很多那个激进的话 那么马丁路德那个人还是个知识精英 他觉得很多话是不能直接讲出来的 但是他却用图画来表达 马丁路德不是翻译了《不圣经》吗 但那个圣经里面有些话就说得很不大好说 不大好说他用图画 比如说他把教皇或者一些人 讽刺为一种野兽 或者呢教皇头上戴了七个帽子 七个野兽 什么这样来说呢 实际上就是一种很激进的思想 所以呢我们说呢 那个新教和旧教 在宗教改革时期之间的对立是很大的 这里面对立到最后的一点呢 还是一个权力之争 还是一个权力问题 除了神学问题 从社会角度来说呢 还是路德认为 应该把他们的神圣性给取消了 如果神圣性给取消了 教会就丧失了财产了 也就丧失了特权了 也就丧失了税收了 也就丧失了土地了 那么也就使得整个罗马教皇 教庭的势力给 给那个缩减了 那么当然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 所以教会当然是站在新教的反对面上的 但是还有一个阶层 你要反对路德 这就是贵族阶层 因为在马丁路德的时代呢 有很多贵族 那些贵族呢 他们很有权力的 那么那些贵族 为什么要反对马丁路德 就觉得马丁路德的思想太接近 才引起了市民起义 才引起了农民战争 因为农民战争刚开始 确实是把那个路德当作大英雄来崇拜的 像农民战争里面有一个著名的条款 叫做十二条款 十二条款编出来了以后 还派人送去给路德看 所以贵族就反对路德 说路德啊 你这个人不好 你的思想引发了人民革命 那路德马上就辩解 说没有啊 没有啊 我怎么引发革命呢 所以这个呢 贵族也反对他 那么还有一些人 也要反对路德 就是他们不能很好地履行 社会职责的人 就是不能满足他们角色分配的人 他们也要反对路德 所以路德简直就是被所有的人反对 路德只能去和 所谓的人辩论 那么我们刚才说简单地解释这一点 说些什么呢 我们只要说路德的那种思想 本质上是不错的 就是做一个有信仰的 那个 有信仰的那个好公民 但是这个思想呢 在一个现实的社会里面呢 却不能够实现 因为社会是分阶级的 社会是分等级的 社会是很现实的 社会是要照顾到政治的 经济的 宗教的 文化的各种利益的 所以路德的那种思想 虽然已经很实际了 但是他把它放到一个 真正的社会现实上面去 他还是遭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的矛盾 还是遭到了包括天主教会 包括贵族 包括皇帝 包括农民 包括在境旅派 包括同样是新教改革家的 那个苏立士的 那个词文理的那种不满 争论反对 那么这问题要讲下去 但是先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